The National Assembly at its plenary session on Thursday passed the so-called K-chips Act largely aimed at bolstering the loc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韩版金片法案30号获得南韩跨党派 押倒性多数支持 法案明定大型半导体业者 投资制造设备的抵减税率 由8%提高到15% 中小型半导体业者租税抵减税率 提高到25% 主要大厂南韩三星SK海力市 预料将提高本土投资比重 不仅如此 南韩总统引席月三月中旬宣布 将在半导体电池机器人等六大核心产业 投资4220亿美元 要打造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聚落生态系 预估吸引150家国际上下游业者进驻 恐怕对台湾半导体生态系造成一定冲击 在这次的租税当中的话 其实他们都会刻意的去扶持 他们比较弱的IC设计产业 甚至是封装测试产业的这个部分 对于成本的下降 确实可以发出利己性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其实未来在整体的半导体产业的 整个的竞争的话 势必也会更加的加剧 对比南韩与台版晶变法案的现行版本 台湾法案研发抵减税率虽然有25% 但资本支出投资抵减只有5% 法规的试用门槛较高 中小型业者可能看得到吃不到 利济店董事长黄崇仁就认为 台版租税优惠应该强化对中小型业者扶持 能够游入军沾嘛 我们特别要 特别要那种技术良好的小厂 让它起飞嘛 这些新型的小型的IC有天分的 它可以慢慢起来 我觉得这是对台湾很重要 新闻法案不仅关注的只是半导力制造 还要关注到IC设计 及下游的系统产品应用 生态系软体各方面 那韩晶片法案正式通过之后 租税竞争优势可能更加明显 TSIA日前提出白皮书 呼吁台湾规划国家层级的半导体战略 推出完整的台湾晶片法案 新台电视胡宗翰沈卫彤 台湾台北报道